我要有钱啊 要很快的有钱 那有一句话讲说呢 人呢有两只脚啊 那钱有四只脚啊 那我们很难追得上他 对不对 所以要用各种的方法 才能够去抓住钱 去追上他 去抓住他 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呢 当然有很多的方法 那我们再次再复习一下 这个收入的四个象限 就我们的钱 我们收入到底是从哪边来的呢 当然绝大部分人呢 可能都还在领薪资啊 领薪水 所以呢是在employee这个阶段啊 然后呢少数人是帮自己打工的 OK那很棒 但是问题呢 这边的左边都叫做主动收入 你做的再怎么好 一旦你停下来之后 你马上没有收入 所以呢有做就有 没做那就没有 所以我们尽可能要往右边移动 移动到B向线跟I向线 这边的收入呢叫做被动收入 然后呢这边呢 B向线呢是靠一个系统来赚钱 来获取收入 而I向线呢就是各种的以前生前 以前赚钱的方式 好那我们要提早财务自由的话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不管是从E向线 S向线或者B向线所赚到的钱 应该怎么样到最终都是往I向线去流动 去集中基本上呢都是应该进行这个方向 但是呢你会觉得说呢 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 用其他方法有没有办法呢 达到这种财务自由呢 不是不可能难度更高 如果说你企图光靠上班 或者是说呢接案或者做一些小生意 来财务自由那个难度是挺高的 好那你认为说我开办一个企业 我开一家公司 那是不是就可以尽量不要投资 就可以财务自由 也许不是不行 但是一样难度很高 好那甚至呢一些成功的企业家 都是会走什么路呢 就到最终呢把他公司上市 有没有上市到资本市场里面去套现 那富爸爸穷爸爸这里面呢 一系列书里面呢其中有一句话就讲到 就是这个罗伯特清奇啊 作者他的富爸爸曾经跟他讲过的一句话 就是说到最终呢 你要追求的不是去买卖股票赚价差 他说no不对 甚至也不是存股票也不对 应该怎么赚钱呢 谁知道 可能你都忘记了啊 读过很多次了 但是又忘记了 来我给你复习一下 你要印股票换钞票 这个才是对的啊 他的富爸爸这样教他 不是去买卖股票 不是 是去印股票换钞票 了解吗 对那凭什么你为你的股票 人家要买 当然你有赚钱的机会分给人家嘛 是不是 你要开办一家企业一家公司 然后呢把它做到上市 那当然就变成是印股票换钞票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那为什么呢 你应该要更关注这个B项线的收入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够用来投资的钱很少了 假设假设你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万 几千万几个亿 哎呀那当然没问题了 我们就好好的研究这个 你的投资组合该怎么做 该怎么样配置这个美金 或者人民币或者台币 然后还有你的股票 基金债券 房地产等等 该怎么配置 那当然好好研究 这个OK 很好很好 但是绝大多数人呢 有没有达到你的buy number 有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投资的本金 绝大多数人没有 对不对 那没有的话 那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都说这个时间复利的威力很大 的确很伟大 来你看 如果你一开始呢投资一万块钱 每一年假设呢 就是获利稳定的百分之十 稳定的获利百分之十 第一个十年呢 你的一万块会变成两万五千多 好 第二个十年就二十年之后呢 你会变成六万多 三十年到了之后变成七万多 四十年到了之后呢 你有四十五万多 哇 很不错 对不对 一万块 五十年之后你有一百一十七万 天哪 好棒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 看清楚 五十年 天哪 假设你今年是三十岁 如果五十年之后你八十岁 天哪 OK 八十岁 这个钱 有钱当然不是坏事 但是真的实在是不够好 对不对 你会不会觉得不够好 你对数学的理解能力够强的话 你看这个公式 你就可以看出端倪来 一加上你的本金 括号起来 然后乘上一个报酬率 这个是时间的次方 这三个数字都是越大越好 但是呢 这个是你的本金 这个是报酬率 这个是时间 其实更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时间 是时间的关系 让这条线变成曲线 如果说不是这个次方的话呢 它是一条直线 一条斜线 这样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好 那物理的力量再怎么威 再怎么伟大 再怎么强 不给你时间 我不给你时间 那你能够帮我赚到多少钱 还是太难了嘛 对不对 还是太难了 你没办法让你的钱 突然变大 这个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所以你能够投入的本金 应该不是很多 对不对 报酬率6% 7% 8% 到9% 10% 几乎到天花板 你要再上去的话 风险已经非常的高了 对不对 而且你还希望这个数字能够稳定一点 是不是 那你再来 你要让它变大 那就是时间 你把时间给它 但是你把时间给它 你势必然你会变老 对不对 你把时间给它 你就变老了 那万一你太老了 拥有很多钱 这个意义又不是太大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说 I向线很棒 是最最终是 E S跟B 这三个向线的 最终呢 这些钱 这些限制流 应该流动到I 这个OK 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们需要一个 更快的赚钱的一个方式 那到底怎么做呢 B向线里面的其中 不管是S S向线也OK 我提出来一个 叫做倍增市场 倍增市场 怎么倍增呢 在一般的有人 把它讲成叫做 粉丝裂变 或者让你的客户呢 重复购买 倍增 是概念 这种倍增的概念 而不是呢 客户做一个 扫一个 做一个 扫一个 那这种生意呢 就会做起来 非常的辛苦 最好是说 你做一个客户之后呢 这个客户呢 长长久久 一直经常来跟你买 不只是自己买 还给你带来客户 带来更多的客户 来跟你买东西 让你赚钱 那甚至最终呢 它能够变成你的员工 变成你的合伙人 那这样更棒 那这样更棒 好 那如果说呢 能够去找到这样一个 倍增市场来赚钱 那就非常棒 怎么样形成这个系统呢 我要特别强调 我这边呢 我这边呢 是能够说 倍增市场可以赚快钱 快钱的意思呢 是指了三到五年去 赚到一个非常大 一个蛮有意义 对你来讲 对你的财务自由来讲 非常好的一个数字 但是呢 not easy money 我没有说很 easy 我没有说很轻松 no 不是 我说的是速度很快 多快 三到五年 可以达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数字 但是我并没有说 它很轻松 那方法跟步骤呢 这个新法呢 叫做学做教 就是说 假设你还不知道怎么做 那你最好能够 找到一个成功的人 或者成功的模式 去跟他学 你去跟他学 然后呢 跟着做 然后呢 你要开始复制 往下复制 你要去教 教你的员工 教你的合伙人 或者甚至把你的同业 变成你的合伙人 然后你把它交会了 然后呢 它赚钱的同时 你也能够 获得部分的利润 就是这种做法 这个呢 叫做倍增市场的做法 很重要啊 好 那到底一个普通人 我现在讲是普通人 不是学霸 然后不是有个副爸爸 或者是一个官二代 副二代 No 不是 我说的是一个普通人 那你是个普通人的话 你没有太多的选择啦 没有太多的选择啊 那意思就是说 你应该从你既有的兴趣爱好专长出发 从你的兴趣爱好专长出发 很多人都在问说 哎呀 我想要做这个事业 我想要投资这个 我想要跟朋友一起开一家公司做什么 听说那个很赚钱 很赚钱 那也许是真的 也许是对的 但是呢 你做不到 那个钱不见得是你能够赚的 最好呢 是能够从你自己本身 已经拥有的一种兴趣爱好专长出发 那样会比较好 然后你要勾得着啦 勾得着的意思是 他技术门槛啊 他对一个成功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前提的要求 不是太高 不是太高 你勾得到 不要说呢 这个太高了 你根本就是说拿一把梯子 拿个很高的梯子让你去爬 你都勾不到 那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 你做不到 最重要是关键你能够投入多少的钱 你多少时间精神 因为我现在已经 先假设你没有很好的人脉资源嘛 是不是 不是说你打一通电话 然后呢 找到一个有利人士 然后呢 打通一个关系 马上获得一个大订单 然后你就可以赚很多钱 No 我讲的不是这样 我讲的是一个普通人 你没有那么多资源啦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从这边仔细去思考 兴趣爱好专长 然后勾得着 然后呢 再仔细去考虑 你拥有多少的时间机 时间精神 还有金钱 能够投入 如果说要投入的钱很多 那你肯定做不了 那你到处去 借钱 跟朋友 跟家人借钱 投入了很多 那你的压力太大 一旦呢 万一做失败的话 那你可能又要用掉 三五年 甚至十年的时间呢 再去回股之前的一个错误 一个亏损 那这个风险可能不是你能够承担的 那如果说呢 本身这个创业的项目呢 它的要求的资金门槛就是比较低 比如说几百块 几千块 一万块以下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两三个月的薪水 就可以补回来 那也许OK啊 这个风险你可以承受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投入的时间 你到底有多少的时间 你如果已经被裁员失业在家 那你当然你的时间可能也许有一大把 那你如果不是 你目前呢 还拥有一个工作 因为你要生活 你要付房租 要付房贷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可能最多每天两个小时 或几个小时 你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状况 然后这时候呢 再去寻求适合你的 这个倍增市场的项目 那这样的话呢 你要希望能够在三到五年之内呢 能够财务自由的 这样才会有机会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至于更具体的一些项目来讲呢 在这边不推荐 如果以后呢 有比较合适的 或者可供参考的 另外呢 我们来做再做这个相关的分享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